现代人十分重视保健养生 台中县政府国际处配合工业局的智慧城乡计划 丝毫的上午在TTMaker举办了一场保健养生说明会 鼓励民众多多的利用各乡镇的保健养生设备 将身体肌耐力维持得更好 来达到健康长寿的目标 为了鼓励大家运动 台中县政府国际处配合工业局智慧城乡计划 特别举办一场保健养生的说明会 邀请专家为民众解说如何运动来维持肌耐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那这样五六七八 然后慢慢的可能四次 然后再换手也可以 那我今天要讲的是 当然也可以是各位在家里可以做 然后可是也是希望你能够去推广长辈 由于各乡镇的保健养生设备 能帮助长者增强肌耐力 为了不让设备闲置 同时推广运动养生 台中县政府国际处特别在TTMaker办讲座 我想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主要是要能够来推广我们健康养生的这些设备 让我们的乡民透过这些设备在各个乡镇或我们各个据点 每一天可以去做一个肌耐力的训练 因为透过今天宋老师宋所长他的观念告诉我们 肌耐力其实是一个人非常非常重要的身体状况的一个指标 若是我们能够每一天都能够有一些肌耐力的训练 可以让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可以维持的更好 而不至于成为家人的重担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整个工业局的计划 能够推广到每一个乡镇 让我们的乡民每一天都可以来接受肌耐力的训练 同时做健康的量测 而这些量测我们也透过台中金币 只要你有进步我们就鼓励你 有进步就鼓励你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循环 我们希望所有的县民大家一起来保健 大家一起来养生 大家一起来强健你的肌耐力 我们希望这个计划能够推广到每个县民当中 有道是活动活动 要活就要动 唯有运动才能保持健康 达到健康长寿的目标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导